乌索普会若离被子,恐怕他会成为第二个威胁黄园的人。 大家好哟,这里是磁元边境的小百合。 今天小百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贼王,乌索普会若离被子,恐怕他会成为第二个威胁黄园的人。 作为讨冒海贼团里的第四战力,乌索普的戏份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。 除了在和月光莫莉亚对战的时候表现了一下以外,之后就全程酱油,到现在连脸都很少了。 那么伟田之后就不管他了吗? 显然不会,从乌索普的定位就不难看出,乌索普的定位是狙击手,也就是枪手,作为海贼团的组成步伐之一。 既然设计了这个角色,就自然肯定会不尽其用,看一下其他几个海贼团的枪手就能看出来了。 最典型的就是红霸海贼团的皇妇,一把手枪就敢威胁黄园,黄园的速度自然是有目共度的。 黄园虽然难打,但被威胁他肯定是不爽的。 既然他既然都给了贝克曼面子,那就说明贝克曼的实力还是能让黄园认真对待的。 所以即便乌索普酱油到最后,伟田也肯定不会让他太垫底。 毕竟从他加入草猫海贼团的那一刻,就不太可能让他太弱。 毕竟他如果入了草猫海贼团,这个人的感觉就会变了。 对此你怎么看?欢迎评论。